長息升 或者通脹預期升 兩者背後的因素都是相似的 因為以前兩個人應該是同步的 也有好的原因 有些叫壞的原因 聯儲局當然出來強調好的原因 就是說我們GDP很厲害 經濟增長很厲害 是真的 如果說第一季的GDP 都應該去挨著 十幾個percent 不是第一季 第一季是四五個percent 但到了第二第三季 美國GDP真的有機會十個percent 第二和第三季各自都有十個percent 主要就是因為拜登的1.9萬億出來 再加上特朗普之前那些都未排完 還在出來 所以如果你說1.9萬億已經是佔了GDP七個percent 所以一出來的時候 第二季第三季真的很強 同一時間CPI也很強 因為CPI上年基數效應 上年第二季 第三季就是全球封鎖了 所以今年的CPI 又是year-on-year 可能是美國來說是3%的 在第二 第三季 所以其實是有好的因素推動 經濟增長的因素 但也有些壞的因素 壞的因素我剛才說了 譬如是因為派錢 怕派錢或者印鈔 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停的 你還說新的基建開支 還有新的財赤 所以財赤會不會是結構性的呢 你今年又是幾萬億的赤字 會不會明年又是 可能就算你明年減到還是減到 還是一個很大的赤字 所以其實市場都在怕一些合理的因素 就是有些叫壞一些的因素 就是有好的因素有壞的因素 這個圖就給大家看到 Vix剛才剛剛說的一件事 就是高盛的大項預測 其實你看到它的預測是2021年 即是今年的第二季的GDP藍色那條巴 有11%是預測的 其實全年綜合的話 其實增長都有達到7% 如果是依照高盛幾不權威的 其實說很多東西都是 說出了聯儲局甚至是財長的心意 我覺得它第二第三季是接隔我的想法 我想第二第三季加起來是20 就是各自20除以2差不多 它跟我差不多 我想這兩個差不多都是10% 第一季它是高的市場預期 我猜它大概是5左右 但以Lyron來說 我覺得6%以上是真的對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猜的 接近7都猜到 我都覺得是有機會的